每日一百字 歇心 读心 明星 原来开悟这么简单 苗董楞言一千日 让我们一起共同学习 苗董楞言一千日 第一百四十三日 今日经文 若因色身空无色时 鲁氏应灭 银何是之 是虚空性 若色便时 鲁亦是其色相迁便 鲁氏不迁 皆从而立 从便则便 皆向自无 不便则横 既从色身 因不适之 虚空所在 若间二种 眼色共生 何则中离 离则两合 体性杂乱 云何成界 事故当之 眼色为原 深眼世界 三处都无 则眼以色 及色界三 本非阴言 非自然性 经文字 宫秦 明见会 法师 十倍 开始 诸位全球云端 共修的学员 大家好 今天是 苗董 论言一千日 第一百四十三日 我们一样要谈 眼视 那这个是 眼色为原 生眼世界 这是十八界 当中的第一对 眼对色 而生的眼视 那这个基本上呢 就是在谈 一切不成诸幻化像 皆是幻化的 这十八界当中 他包括 六根 六成 六世 那这个六根 六成六世 所形成的这个世界 他是怎么样 虚妄的呢 从一开始 佛陀他就讲 眼色为原 生于眼视 我们就来谈 这个视 是因眼所生 以眼为界 还是因色所生 以色为界 那如果是因眼所生的话呢 这个眼是从眼生 这个视从眼生 那就跟色和空 没有什么差别 那你就不能说 他可以看到色跟空 那如果呢 是因色所生的话 那就会产生 有色时 有视 但是没有色的空呢 这个视 就应该灭掉了 那你怎么会知道 有虚空呢 那再来 这个色会变 他有青黄赤白 有很多的现象 有无常的现象 如果是因色而变的话 那这个视 是不是也会变 那你到底要怎么去定义 这个视呢 所以啊 这边就会产生一个矛盾 那如果是眼色共生 这个问题呢 也很简单 因为它是两个法来相合 两个加起来 形成了一个视 那这视里面包括眼 又包括色 这样子呢 就有问题了 因为它的体性是杂乱的 眼是有知 色是无知 有知 加无知 到底它的界限在哪里呢 所以啊 可知 眼色为原 生眼是界 三处都无 我们要去找 眼跟色 还有眼是 所处之境 三个地方都没有 一个不在眼 也不在色 也不在眼加色 那这三个呢 都没有的话呢 那表示呢 这三个本非因缘 非自然性 那从这样子的一个谈谈话里面 我们就会知道有一种虚妄 的观念 就是它看起来 好像有 而且实际上 感觉是有 我现在看起来的 真的都是 真实的 我们在这里面呢 谈到 梦里 明明有六趣 就像在做梦 我看到了很多景象 有一只老虎 在追我 我就一直跑 一直跑 我很害怕 因为老虎很可怕 我梦到呢 眼前一片黑 我好像来到一个很诡异的地方 很危险 那你看到这个景象 或者是有时候我们会看到一个事件 今天呢 有一个居士啊 他来 他说 哎呀 我这以前 常常都会看到 在梦中啊 会看到一条大蟒蛇 而且那个蛇啊 好大好大 大到呢 比那个房子还要大 哦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哦 马上呢 师父啊 就说 那你就是梁武帝再来的咯 我就翻开这个梁黄宝燦给他看 梁武帝啊 也是梦到了一条大蟒蛇 那这大蟒蛇呢 感觉很像真的哦 可是他是蛇吗 因为他其实不是大蟒蛇哦 他是他的太太 变成大蟒蛇了 那你说啊 在梦中了 真的还是假的啊 的确看起来好像是真哦 可是事实上呢 他是不是真的呢 那同样的 我们现在活在这个世界上 我们看起来好像我们也是真的 我们有一个肉体 有一个长相 那到底是五岁的长相是真 还是十岁 还是十五岁 还是三十岁 还是现在垂垂老矣的现在呢 这个色啊 看起来是真 事实上我们去找 掩饰 是怎么跑出来的呢 所以啊 这些生灭去来 都是因心而生 为心所现 本如来葬 常逐妙名 可是我们却不知道 而追逐了这个假象 有了这些现象啊 迷雾生死啊 就似乎成了定局 你就在这里面啊 不断的轮回 而不知道 其实你可以停止他 就像梦 你要怎么终止他呢 你就醒过来 觉醒 就能够清醒 就能够跳出这个业力 那这个地方呢 我们有了这样子的认识之后啊 在后面呢 二十五元通 就有了对应的修炼 那这二十五元通里面呢 跟眼 眼视有关的 就是 优波尼撒陀的色成 阿纳律尊者的眼跟 丘子的眼视元通 那这里呢 就简单介绍一下 优波尼撒陀 他的色成元通 他是观察一切的色相 这个色相是什么呢 不敬之相 所以他说 我以观佛最初成道 观不尽相 生大宴离 原来这个世界啊 他是不清静的 我以为我很可爱 我以为这个人 细皮嫩肉的 一定很可爱 很香 结果呢 一观察发现 再美的人 再帅的人 再好看的人 他通通都怎样 都是不敬 所以他物注色性 以从不敬 但是不敬呢 其实也不是 其实到最后呢 这个不敬 也是一个像 他是白骨为尘 最后尘归尘 土归土 看起来有种种的 好色跟蓝色 好看的跟不好看的 那请问在一把火之后呢 这个世间啊 到最后人剩下什么呢 长得好看的 烧完了也是灰 长得不好看的 烧完了也是灰 你可以从那一把灰里面啊 可以看到 他到底是一个美人 还是一个丑人呢 所以我们会发现啊 这个白骨为尘 到最后归于虚空 如果从空的角度来看 也没有尽 也没有不尽啊 空色二无 尘无学道 由波尼沙陀啊 去观察射尘 结果他悟到了空性 正道的无学 就是阿鲁汉 尘尽尽 妙射密缘 我从色相得阿罗汉 他说我是来观察这个色啊 因为我喜欢看好看的 好看的人 我想一想啊 最后发现 也是变成灰 也是变成空 难看的呢 也是如此 从此呢 我就对于这个色的一种颠倒认知 就能够透达 而正道阿罗汉 舍掉了对色尘的执着 你最后啊 可以正道阿罗汉 的确是很了不起 那能够正道阿罗汉呢 你就不用再轮回了 不管好色不好色 对你来讲都是空性啊 好那第二个呢 就是阿纳律尊者 这阿纳律尊者更是有趣 他是以眼根而修成圆通 但是他的眼睛 其实他是一个瞎子 为什么 因为他说 我很爱睡觉 我出家 常乐睡眠 如来喝我为畜生类 我闻佛喝 提气自责 七日不眠 拾其双目 他说我刚刚出家的时候 很爱睡觉 尤其是听法 佛陀呢 叫我打坐啊 听课啊 哇 就睡得很厉害啊 结果被佛陀一骂 他说啊 堕堕乳耗睡 螺丝半壳类 你再继续睡下去啊 你就要堕堕变成 这个半壳了 一睡一千年 不闻佛名字 这个阿纳律一听 吓到了 他觉得很惭愧 很丢脸 也觉得对不起佛陀 所以哭个不停 七天八分不睡 结果就瞎了双眼 失去双目 那失去双目的阿纳律啊 实在是太不方便了 所以后来呢 世尊就教他 乐见照明金刚三妹 这个三妹啊 就是眼睛不好的人 可以修哦 为什么 因为他修的是 不需要靠眼睛 那他怎么修 我不阴眼 观见十方 金针动燃 如观长果 结果没有 这个肉眼之后呢 反而啊 他可以看到 全世界 而且呢 这个全世界 辽若直长 就像说你的手上的那一颗水果一样啊 你看得清清楚楚啊 哇 这实在是太棒了 所以他说 这就是我的法门 如来应我成阿罗汉 佛问远通 如我所证 玄见寻缘 思为第一 这个见呢 哎 我不再往外看了 因为眼对色 会产生攀缘 颠挡 那你能看呢 就很有限 你会被限制住 但是呢 我不用看的 反而呢 用心来观 玄见啊 就是不用肉眼所见 反见反观 这反观呢 回到本心 寻缘 回到清净自信 一切有为法 是梦幻报应 所以我不攀缘的 不分别的 反而呢 内心啊 不去用肉眼来看 我们一般呢 都是啊 用肉眼 眼见为凭 可是常常也看走眼 因为这个人长得好看啊 哎呀 忠厚老师 我就觉得 哇 我好喜欢他 他一定很棒 他真的很棒吗 看起来忠厚老师 有时候是大奸人啊 那有的人呢 看起来呢 实在是很猥琐 长得很抱歉 那你就呢 因为不喜欢这类型的相貌 那你就常常呢 就会忽略了大好人 所以以前呢 也有这个叫钟轨 有叫这个包青天 那有的人呢 真的是长得很 有点吓人 那你在以貌取人的结果啊 常常都会怎样 出错 那我们要怎么看人呢 我们要怎样 要从他的心 从他的行为 从他的语言 慢慢的去观察 你有智慧心 你没有偏袒的心 那你自然就会看清楚 可是我们一般呢 就是不但是眼见为凭 而且还狗眼看人丁 还有大小眼分别心 所以呢 你都没有用心灵之眼来看 没有用智慧之眼来观 到最后呢 就会产生错误 那阿纳律呢 他因为失去了眼 所以他没有办法用肉眼 结果反而变成 他修行的一个突破点 佛陀教他 乐见照明金刚三昧 修了这个禅定啊 你启发了你的天眼 所以他是天眼第一 然后他自己又正到阿罗汉 所以他是慧眼 又是天眼 又是慧眼 那这个阿纳律啊 反而因祸得福 所以这是阿纳律的故事 那再来呢 最后一个叫做摄利佛 秋子掩饰 我况节来 心见清静 这个智慧第一的摄利佛 为什么他这么的有智慧呢 因为他都用心在观 是出世间种种变化 一见则通 或无障碍 他本来呢 根性很利 他很能够观察 但是他的观察呢 是很有帮助的哦 因为他怎么出家的呢 因为他在路上碰到了加塞波兄弟乡族 他遇到了佛陀的弟子 加塞波兄弟 其实这个就是他的种族的名字 其实叫做马胜比丘 这马胜比丘啊 他就为他说因缘法 结果呢 他说这个马胜比丘 长得很庄严 走路也很有威仪 他看到他的威仪 这个相貌堂堂 他就很欢喜 觉得这个人啊 心中一定有法 他不知道学的是什么 修的是什么 一看这个气质 就是一个修行人 所以呢 他一观察呢 就上前去问 请法说 请问啊 大德 这位修行者 你的法门是什么 你的大师是谁 结果这马胜比丘啊 就说 哎呀 我刚刚出家 我什么都不太懂 但是呢 我的大师 是释迦摩尼佛 他所说的法 就是因缘法 诸法因缘生 诸法因缘灭 我佛到沙门 常作如是说 所以这个迦摩尼佛 这样一讲完呢 摄利佛 马上当下 就正到出国 就悟心无忌 他这个根性很利 他只是听到转述 就明白了因缘法 正到了一个 无忌的一种境界 就是入了一个初步的空 然后他出家了 从佛出家 剑绝名缘 得大五位 称阿罗汉 为佛长子 从佛口生 从法化身 佛问缘通 如我所证 心见发光 光极之见 师为第一 所以他说 这个心啊 能够观 因为我们有用眼视来看呢 眼视啊 其实它还是生灭的 所以我不要用眼视 要转视成智 转视为心来见 心见呢 其实就是菩提心 我用真心来观察一切法 那自然呢 对于所有的世间变化 一见则通 他不会执着在这些像上面 所有一切有违法 本来就是生生不息 但是也都是幻化 如果我们能够知道 这个幻化之像 而不左相 你就会看清楚 实相 所以心见发光 光极之见 师为第一 这三位啊 都是依着眼对色 乃至于产生这个眼视的 究竟真实之意 而修正 得到缘通之境 所以以上呢 就是三个典范 三位尊者 他都有他自己的故事 有他的修行的法门 一开始呢 入处都是从眼这一对 这一组来入门 但是最后呢 回归到的就是菩提妙明真心 那这样子呢 我们就知道啊 每一种法门 刚刚一开始是一个方便 最后呢 都会得正缘通 那这样子呢 就是不会有这个法门 是最好 其他法门都不好 的一种错误的观念 好 那这以上呢 就是今天来分享 那看看大家有什么问题 或者是分享 自己的生活中 对于眼根的修炼 这个实力 阿弥陀佛 师父各位师兄晚安 我是华慧 师父 我是以世间人的 颜色来看事情 所以常常看错 我一个同事 他就是 听到吗 有声音 我一个同事 他是那种标准的 邀功为过 他遗劳卖劳 所以我看到他就很讨厌 每次看到他就 就有火气 然后他 他开口讲话 我就想把耳朵捂起来 那他一讲话 我真的想打他 所以 一直到读华言经以后 我才觉得说 我这个心态 真的是很可耻 我常常忏悔 可是还是觉得说 很难很难调试 现在学任言经之后 师父说 我们六根是互通的 真的是 我眼睛看到 然后耳朵就跟着动 六根就动起来 那现在觉得说 是不是都是六根在作祟 我应该 好好地想我的六根 之后我会把他 我会让他 用他来修我的六根 等到我如果说 真的能够想我的六根的时候 我应该是 有进步 到时候我在跟师父报告 阿弥陀佛 你要很感谢 有一个这么好的菩萨 一直不断地让你起烦恼 所以 它是很实际的 因为没有人 没有人 故意要去做别人生命中的痛苦 其实老实讲是 我们会变成别人的冤家 这是 这叫做什么 冤冤相报 那但是呢 其实有的人真的是比较悲哀 就是他的人格特质 或者是他自己 也许有一些不为人知的痛苦 才会造成现在的一种行为 跟他的心态 那当我们呢 自己觉得 哎呀 我被他痛苦的时候 他的确是真的很痛苦 可是呢 诗学佛真的是一个很大的福报 我们学的佛 佛陀都能够理解我们的痛苦 也理解我们的无能 学了这么久 终于啊 兜兜转转 终于找到一个修行的方法 如果平常呢 我们只有听这个 哦 对啊 就寂灭啊 清静心啊 这是好像没有什么境界的时候 你觉得你自己修得很好 可是呢 诶 竟然生命中啊 就会出现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大菩萨 他就是想尽办法呢 找你的麻烦 让你很难过 这有的人真的很厉害 他不管说什么都很 很不会说 他就是偏偏呢 就是都专门挑那个不中听的话 而且呢 有时候啊 他还不分场合 也不分内容 他也不会去想到别人听起来是什么感受啊 然后呢 到最后呢 就自断活路 就是到最后中判清理 大家都受不了啊 那你就这样子的人呢 他也是有存在的意义啊 那为什么他会出现在我们的生命中呢 现在啊 你转过来了 你就会回头感恩他 如果转不过来 他就是冤家 就是互相呢 彼此之间呢 一定有怨 一定有结 那你就是可以决定啊 学佛的好处就是我可以决定说 我要继续再跟他纠缠一世 然后再继续呢 下一辈子啊 再换成他是你的谁 就是甩不掉 有的时候呢 同事还可以甩 同学还可以甩 没有那么的直接了当 但是最可怕的是亲人 一辈子就是全部黏着在一起 那有的人呢 以为那我就来出家好了 我逃走 逃走了 我要离开这个家庭啊 你换到来生团 很抱歉 那个对象还是在 那不是那个人的问题 是你就是会遇到这个境界 他就会换另外一个包装 换另外一个长相 换另外一个境界呢 他还是要让你过关 因为我们要过这个功课 这是我们的不及格的学分 所以如果呢 我们来学佛 我们就可以选择 我再继续被他考导呢 我就只有留级 留校查看 那我如果呢 这一次啊 学到这个房 刚好借尽练心 他就是最好的实习 就是我的家教 那你就守好你的六根 那真的呢 就要有一天很快成就之后 你一定会很感谢 而且你也很感谢 你自己愿意修行 所以其实最重要的是 我们自己不要受伤 不要怨恨 不要觉得很倒霉 为什么都是我 他好像在针对我 你要想 我很怎样 很庆幸 我还有学楞严经 我可以跟境界相修正 这样 就是可以 我有武器 我有工具 我有佛法 可以来转境 若能转境 即同如来嘛 所以呢 这学佛啊 其实 这个你要看怎么想 那这个考题呢 因为足够大 所以呢 表示你的程度很好 如果你不堪一击 他不会有这些境界 你就是自己节节落败 气死了他最高兴 所以呢 其实就是感恩一切的尽 因为你一定会遇到 不管你跑到哪里 天涯海角都会遇到 只是你有没有发现 这其实是你自己的心 跟你自己的功课 全部都是自己的事 而不要期待对方会改变 那我们呢 这就是啊 一个修行的 一个基本的观念 你要心理准备 你不管怎么修哦 他都不会改哦 只有你改的 他才会改 所以呢 谢谢 毕珠 我相信呢 很多人都有这种经验 而且有的人哦 还真的没办法 那么轻松的 说就好 诉诉苦就好 过一点 因为 你是他老板嘛 所以你就 还可以一点点哦 如果呢 他是你老板那就更惨了 所以 那谢谢大家 也谢谢这个法会 好 加油 师傅阿弥陀佛 这一集在讲 那个根层事 那我们期间是要用到那个眼睛嘛 那如果在无色界的天人啊 他是 他是外界是透明的没有东西的 那他就不会用到眼视的 不会用到那个那个眼视 但是他可以用秀节或听节 一样会起心事作用 那这个是不是 那我们了解 修行其实在心 而不是在外面的境界 那我 我虽然知道说 修行不要受外界影响 但是 其实要控制这个心是很困难的 像师傅有讲说 你要先行啊 不要受外界年早 但是这个 这个听起来要入到心里面 要把它变成生活化 就是在吃饭睡觉走路时候应用自如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的困难哦 那可以请师傅开始那个 这个要怎么去练习 或是要怎么去 怎么去把这些道理 入到自己的心里面去这样子 哦好 很好的问题哦 这个困难是因为 我们 对自己不太有信心哦 其实刚才我们先讲一下 刚才所说的这个无色界 眼耳鼻舌身这个五式啊 它在哪里会 就是产生作用 就是在两个地方会产生作用 就是五式只有两个地方会有作用 眼耳鼻舌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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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地居 就是五去杂居地跟出禅 好出禅 离生喜乐地 只有这两个地 二地居 然后呢 鼻跟舌 这两式 在一地居 只有在五去杂居地 有作用 那他不是就变成我啊 我这个到色界以上啊 就变成瞎子 不是 也不是看到空 不是 他是眼耳鼻舌身 不起作用 不生出作用 他剩下意识 意识是三界当中都有 剩下意念 那眼耳鼻舌身 只有这两个 那欲界呢 要吃东西 要吃饭 所以有鼻跟舌 鼻子要舌头 到了色界 他是禅定界 所以他不用吃饭了 禅月为食 所以他不用吃饭 所以不用舌跟鼻 不需要这两个事 那但是呢 到在上面呢 二禅 二禅就连眼耳身 这三个事 也不用起作用 就剩下意念的 那这个是 我们对于事的活动 他是不活动 但是不是表示 他就没了 断掉了 瞎掉了 不是 他就不需要起作用 没有需要 那都在禅定的境界当中 这个层次呢 这是 有不一样 新的一个层次 同样的修行也是 我们有初初开始的修行 刚刚开始的时候 对静练心 这个静啊 会随着我们的心的强度 来看你怎么超越它 第一 我们遇到很痛苦 有的人 他是直接闯到你的生命当中 来干扰你 他就是找你的麻烦 那你第一呢 要先懂得怎样 懂得保护自己 所以对到静呢 你要先第一个 先不要让自己受伤 所以呢 怎样保护自己 就是不要被这个静骗了 我有些静啊 真的是很难 你叫我如何不生气 叫我如何不贪 叫我如何放得下 很难 这境界很大 但是呢 一定要记得这件事情 就是你要相信自己 愿意做 你一定可以做得到 因为这个心是佛陀保证 你一定是可以超越 只是我们以前不懂 所以呢 碰到静全岛 然后呢 有的人呢 又很强悍 学佛呢 其实又很柔软 又很慈悲 其实有一点懦弱 又不敢跟人家争 又不敢造业 那别别的人呢 他都不懂的 佛法的 不懂英国的 他想讲什么就讲什么 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无所不用其极 有时候呢 我们还真的要聪明一点 会要懂得闪躲 有一些静啊 你不要跟他对着干 这是第一 第二呢 我们要趁还没有境界的时候 要把自己的心理强度 要把它练到相信 你其实你要怎么样有信心 很难是因为我没有信心 很变得很简单 其实就是因为你已经觉得你好像能力很足够 有佛法就有办法 我愿意接受任何挑战 我都准备好了 冰来降挡 水来涂烟 因为你相信你一定有智慧去处理这些事 所以其实归根结底啦 不管境界是什么 我们不要害怕 要先把自己的心强大起来 那佛法呢 他教我们 第一个修佛 我们愿意诵经 扫造坏 扫造恶业 懂得付出 你的福报一定越来越大 你福报增长了之后 你的智慧也会提升 所以开智慧之后啊 很多事情看得很清楚 敌暗我明啊 那但是呢 以前呢 是真的不知道对方 为什么要出这个招 出的招我要怎么应对 现在呢 变成敌明 我也明 我就看清楚了 也了解了 那这样子呢 你就开始比较知道 怎么去面对境 而当成是一个练习 那佛法提供了很多很多方法 来训练这个 最主要就是要从重点去调 以前的人 我们在修行啊 有时候不会修 都是在改境界 要么就改名字啦 换环境啦 不要跟这个人相处啊 离得远远的啊 你一直期待对方改变 很困难 这个是错误的方向 一定要回到你自己的心 提高你的智慧 提高你的 什么 这个福德力 提高你的禅定力 到最后你强大起来 境界就是小伤 就像有的人身体很弱 他就是随便的一个传染呢 他就倒了 一定人家没有在传染 他也在倒 所以呢 这就是自己体弱 但是如果他愿意去锻炼他 让自己的心呢 变得强大 免疫力提升 那倒变得很强壮了 这个有的人啊 就变成什么 百毒不清 那甚至于呢 百病不清 那为什么 因为练习嘛 练到最后呢 他就变成本来是最弱的 透过了练习 锻炼 他就变最强的 所以心也是如此 所以大家呢 不要觉得 哎呦 这个很困难 其实佛法是最简单的 最能够让自己 马上提升到最高的境界 这时候呢 你就会 原来呢 这一切的帮助啊 这顺境也好 秘境也好 你都可以 很自在的去 应对他 那这时候 你修行就不会困难 刚刚开始 一定会有需要 一段时间摸索 常常会失败 那你要常常鼓励自己 我们在佛法里面 佛陀都一直在鼓励 一切众生皆如是 因为我也是这样过来的 你也是这样过来的 我们一定要常常 互相鼓励 互相支持 每天早上 就要鼓励自己 当愿众生 我要发愿 能够成就佛道 成就无上的智慧 这样子呢 你每天的力量呢 不够 那你就做什么 就送华严金 你把华严金送送送送送 你的心就会变得 越来越有力量 那我希望大家呢 不要放弃这个佳行 佳行是会帮助自己 变成一个无敌的 遇到任何的境界 你都可以自在的面对 而且开开心心的 感恩一切境界 那真的是五价 所以希望大家呢 要发菩提心 大家一起来 互相拥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